道家電視頻道道通天地又奉映仙館主辦 歡迎收看上游心生 今天身邊繼續有唐總賢師傅 唐師傅近日有不少新聞 關於中國的第一夫人彭麗媛 她現在是現任的第一夫人 其實大家都想知道 如果作為一個第一夫人 面相上需要甚麼條件 我們也介紹過很多面相 假日洪門的也有 現在再高一個層次 要做第一夫人 第一夫人已經是面向世界 不是一個地方 她的要求當然會更高 但當作第一夫人 我們會立即想起 不是有沒有錢的問題 而是地位升到某個層次 當然她是元首的妻子 車旁富貴又可以 但如果她本身的面相 沒有一定的承托 她也去不了這種地位 而中國人的櫃 在我們面相上 我們也知道分三庭 上庭是天 下庭是地 中庭是人 地位是以我們的額 上庭來判斷 究竟她是否能夠 容易追求到這種位置 而櫃除了在額部 主要是看骨 因為骨是煮櫃 肉是煮腐 眼清是煮明 眼和骨為主 先說骨 大家也看到 這裏有一個上庭的面相圖 這些骨 古人有些名字 大家也看到 由中間 法制下 有一個天中天庭 司空中正印堂三根 大家比較熟悉 都聽過天庭飽滿 出身就可能比較富貴 天庭就剛剛在中間 就是中間這些位置 就是這些軟位 它是要有肉之餘 我們說額要平整 只要你看到隱隱 它是整條骨這樣燃出來 但是你會發覺 它有一種跪氣 那種骨的易透出來 就是這些位置 當然要這些位置 輸展不要鑽滿一塊 相當來說要比較高一點 這些位置就輸展 我們要這方面 當然眼中 你問甚麼都要看 主要這兩個配為主 然後就看你其他承托 當時我們看國家元首時 我們也會看他的面型、權 第一夫人是否需要 也要的 因為女士來說 因為骨要起 面上有甚麼骨 我們現在就說中間的這個 旁邊有兩條太陽骨 即眉的上面 這樣透上來 女生可以不洗都可以 主要是看中間 好了 那你眉本身 你眉也要有少許骨 即是骨肉包 不要只得骨 就餓死 對嗎 辛苦 還有就是鼻 山根落下 就是這個鼻 整罐鼻 也要有骨有肉 還有拳 就是這些骨要有一個配合 那它那個貴的程度就一直高 因為你國家元首 你全世界有很多國家 有超級大國 有些種種等等 有些比較小的 同樣都是元首 也有等次的分別 我們馬上用一些實際的例子 跟大家去看看 接下來這個例子 就應該好像唐師傅說 是大國的 屬於 她的丈夫就是現任美國總統 這個就超級大國 全世界第一名 奧巴馬就是第一位 非裔的美國總統 她的太太在45歲左右 就成為這個第一夫人 就是2008年 美國總統 奧巴馬到現在 她仍然在執政中 而且她算是頗得到 世界全球的一個認同的 美國總統 她的太太看上去 起碼是那些 你不會覺得她是 很多肉壓的 她有的 但問題是 她的肉 那些骨頭比較淺 首先我們說 那個額 它有的 旁邊這兩個骨 我們就說 太陽骨滑起 旁邊這個一點 它不用全部凸出來 凸出來就只有骨頭 沒用的吧 只有骨頭 即是夠堅硬 夠堅強 但不等於一定會是 貴度的程度 要是肉爆 中間就是骨頭 我們看到了 這些 都真的很脹 對,它不僅是肉的脹 有的 有些 譬如我們那時候說 鴨魚腹肝 好像豬潤 豬潤 但豬潤也沒有骨 這個就是 形神的 少許區別 大家可以去 再用多些照片 就是骨頭的感覺 比較硬 對,比較強勢 有一個硬朗的支撐 不純粹是肉 但你又不會覺得骨處處 這個就是一個 旁邊的兩個 太陽骨頭比較明顯 令它整個額 比較高廣 你說 它的拳好像比較寬 不是因為牠的額窄 而是因為牠的拳 是因為牠的拳 這就是大家要去分清 牠的拳、鼻、眉 全部都有輕輕的骨氣 也不是很多 但這些已經足夠了 它的氣勢夠 問題就是 如果這些骨氣 而配不到一對很堅毅的眼神 如果眼神弱不同的話 就麻煩了 因為牠有一個落差 牠一定要有相當堅定 我們用堅定這兩者的神 也不是用強來形容 而是強而 很堅定 牠會面對很多事情 排除萬難的氣勢 可以配合丈夫一起去管治國家 或者內外配合 甚至有甚麼能夠商量的同步 不是只做一個第一夫人 在背後做延催糧母 因為已經不是那種要求 也不只是這些 可以看到 當然 一直做下去都要好 總統好像做兩屆而已 那牠也要下來了 但下來了不等於 牠會立即去管治 不是的 只不過牠要下停 也要去成島 好了 我們看完這個例子 再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是一個韓國的第一夫人 她叫金潤玉 她是李明博夫人 二年六十六歲 她成為第一夫人的時候 就是六十一歲 被譽為最親民的第一夫人 李明博這個管治時期 南韓經濟也不斷起飛 這位如果聽說歲數 她比較遲些才能成就 但問題是她遲 底子也要先有 即是要等時機 如果底子也沒有的話 你等多久也等不到 我們看看牠的額 就是一樣 也是比較高廣闊 還有一樣 我們側側地看這張照片 也看到不只是腹乾的 是有些骨耳 旁邊看比較清楚 山根連引在上沖 這些就叫做氣勢 不過牠的眼睛是藏神眼 剛才美國總統夫人 剛剛不同 牠對牠很強神 即是進取 比較正態 不等於武神 牠的額眼、拳、鼻 她的資料就是61歲 相對來說已經很純 做到很長時間了 應該會做到很長時間 主要原因是甚麼呢 當然牠有這樣的條件 會做到最後 遲些 相對來說 管閉很漂亮 其實山根貫印 但牠整體來說 比較小一點 還有拳 比較肉為主 骨不算太大 如果拳骨比較大 就會早一點 但因為牠的法令 嘴各方面 都還可以成功 所以牠的天庭骨 能夠有這樣的條件 讓牠去到這些地位 雖然牠慢一點 但也可以大氣慢性 相比起奧巴馬的妻子 骨真的差很遠 牠真的以肉為主 對 但牠主要是天庭部位的骨 好 然後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剛才剛才也提過 現任的中國第一夫人 就是彭麗媛 其實牠本身是一個歌唱家 2013年成為第一夫人 就是50歲 我們從牠面上看到 哪些面上的條件 這個更明顯 而且沒有那麼勞勞 沒有那麼辛苦 一樣是牠的 一樣是耳 它沒有了旁邊的兩條太陽骨 這張照片我看不到 但牠整的骨很明顯 中間很明顯 是嗎 對 簡直是很明顯 而且牠很舒展 這部位的舒展程度 簡直是在中間 向兩邊散開的那種 這些是氣勢 當然 亦不能夠忽視這個 很闊 山根連印 還有眼神 是屬於床神 你覺得牠很有神 但那種有神 不會是一種壓迫感 你覺得牠有神 這些神我們就入床 跟剛才的位置不同 那個是床得深一點 會明顯一點 但又不強 這些神我們很喜歡 而且眼神也挺堅定 這是一個要求 必要的條件 對,必要的條件 一定不能夠柔弱 因為牠也不是一種純粹依附性 是輔助性 要幫助增長 對,要幫助 對,要幫助 還有牠的拳臂 我們看牠的拳臂 牠的臂 不用說,大家都看到了 牠有肉得來 是以骨為主 很明顯 但牠的拳很漂亮 這些拳我們比較欣賞 就是暗拳 牠有的 但你好像看不到牠有的樣子 這個就是… 牠的肉剛剛好包著 剛剛好 又不會多又不會少 但你亦都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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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牠的拳臂一佩 變成一個輔助的丈夫 去處理好多的事 還有最重要的是 成不成島 因為我們中國現在大國崛起 牠擔當這些位置 其實都任重道遠 說真的 牠一定要下面下庭 都要承擔一個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那牠就行了,做到了 還有我們看到 牠的口也挺闊 似乎都成不了之前的勢 是啊 氣勢很流暢 好了 我們這個時候 就會先來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我們也會跟大家介紹一些 都是第一夫人的例子 但可能祭雨 比剛才的幾位相對不太好 記住留意我們的節目 稍後回來再見 道教電視頻道 道通天地 展現中華文化 發揚道教思想 要重溫道通天地節目內容 可以登入 www.taoist.tv 回到第二節的上游心生 繼續跟大家說 第一夫人的面相特徵 不過這一節會介紹一些例子 祭雨似乎沒有比起第一節的例子 祭雨會比較差一點 母子跟進來這位 她是一位菲律賓的總統夫人 就是馬可思夫人 她是29年出生 大概是36、7歲的時候 就成為總統夫人 做了21年 她出名的就是她很喜歡買鞋 整個屋都是她的鞋 而且也過了一些非常奢華生活 直到她丈夫馬可思被推到台後 他們流亡去美國 聽聞都帶著很多錢 離開了菲律賓 所以她的祭雨就是 做著做著就被人拔下台 那樣的祭雨不等於她說 其他的不妥 起碼像你所說 那個財也不會擔心 這就是地位突然之間的衰落 首先我們要知道她 有沒有資格做到這個位置 我們不要管她的私人生活如何 對吧 我們看看這位曾經的第一夫人 那個鞋 整體來說她是稍微窄一點 但是也阻礙不到她的一種… 骨氣的鞋也一樣可以看到 而且她是三十多歲 已經到達這個位置 三十多歲正在走眼雲 那些眼睛一樣有神 不過她的神就比較… 我們稱為二露一點 二露一點就是 就像你說她那些… 就是作為第一夫人 她的癖好比較… 別人覺得是… 就是怪異一點點 但是她做了之後 她成了完全效管臂 兩個拳 這樣就承托了 就是她足足未眼拳臂 就二十年了 嗯 就承托著她做這個位置 而就是她之後 不是差的下面 只是突然之間 即是薄了這些位置 即是… 這些位置薄了 尖了 所以她的地位才突然之間 因為跟上面的拳臂相差很遠 如果你平均一點 那就無所謂 好像我們看的… 另一位是暗拳 她這些就是名拳 還有一個所謂上的特點 她叫二玉侵拳 た이나 KLK是 lakes上的 這是像留守漠 這是二玉侵拳 即是減掉你的玉 就 inventions 是的 現在就可以丟掉,只剩下 是吧 就是有一點這些缺點 所以 поэтому才配合 即是姐姐的定位置 因為她很明顯可以看到 人浮率絕對很明ούμε 我沒有但妖怪한테 因為她說enter無法改善 ��一到達ublés 所以你怎麼可以再有這樣的影響力 因為你坐的位置有一個很大的影響力 配賣, 對吧? 所以就是這個意思 再看一個例子, 比較近年 就是一個台灣曾經的第一夫人 她是吳淑珍, 就是陳水邊總統夫人 她是52年出生的, 2年61歲 她在00年48歲就當總統夫人 陳水邊在任8年 所以她一直做到56歲的總統夫人 但到了2009年的時候 陳水邊和吳淑珍同時被告是她貪污的 後來這個罪名也成立了 大家都知道陳水邊已經入獄了 她因為身體問題, 不需要收監 俗稱是衰收尾, 對吧? 是吧? 她從雲端跌下來, 又被敬仰 變成衰馬, 對吧? 這個我們就看到了 首先你要看到她有什麼條件 始終到, 對吧? 那個條件我們也說是骨頭, 對吧? 她的壓很高, 廣 而且由上去看, 直接看到她 抹了出來的骨頭 她的鼻子都可以, 鼻子可以 但拳不行, 這些我們稱為破拳 其實她的鼻子就是她成為總統夫人 對, 沒錯, 四十幾 沒錯, 但問題是她要坐這個位置 其實她已經折損了 她好像有意外令她殘廢 其實這個已經反映了 她根本是不行的 但她是強硬的 她是48歲, 即是鼻子, 即是准 她幾年配上這個位置 她又不是凹進去的 扔出來的, 扔出來 對, 扔出來 對, 像裡面含著一口氣 但應該不是的, 只是這樣 可惜了, 三庭, 即是上庭、中庭 零零零零下庭, 即是收縮了 即是收縮了 所以變成很明顯 她一過了這幾年之後 那個勢就完全不行了 而且一直以來 她都是一種眼神 很…一種叫做鬥 鬥, 跟天鬥, 跟地鬥 跟人鬥, 跟自己鬥 就是養了照片 比較執著的個性 明知不可惟以為之 加上一對兜風耳, 我們看得很明顯 刀堅, 其實她的拳 都對比起之前那幾位 其實都差很遠 但她是強硬的 所以她已經做得比較乖 好了, 我們再看另一個例子 就是不太好 這是一個泰國的總統夫人 她是保詐文 她現年57歲 她45歲至51歲 就是第一夫人 她的丈夫是她順 但50歲的時候 曼谷發生了軍事政變 最後她下台了 到了52歲的時候 保詐文 她也因為逃稅的罪名 最後被判入獄 即是還要坐牢 對, 最後跟她順 亦離婚 好, 這個也相當明顯 特別是歲數 但我們依然去看 她也曾經做過 錯過這些位置 一樣, 我們看到這麼多 看到這些位置 還是看到她的要求 上庭骨的起 一樣看到 一定要有這些小 不論你幾歲 有些早些有些遲些 它也是一定要有的 這樣就是偏骨 但沒有肉 對, 肉就少一點 其實眉眼、拳鼻 她也是的 零零射射 拳和鼻 以拳為主 而不是以鼻為主 整個角度看 面帶 好像眉眼拳鼻 書尖度比較差 好像集中這樣 收拾一下 但如果全部都是這樣 有腎、有骨 都還可以 但很可惜 其實基本上 這個不是能夠響呼呼的鼻 因為面帶鼻 相對來說是小 不過它是高 所以地位才上 但最大的擺筆就是嘴 當然 一到五十歲 零零射射射 不要說闊 又立刻套進去 立刻窄了 零零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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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且基本上她的眼神不夠強 到第一夫人做得好那種堅定 排除萬難,沒有那種氣勢 所以她能夠做到在駛車邊 但結果反而駛到車邊 反過來跌下來 令到萬年還要浪蕩入獄 其實這位女人好像做到第一夫人 好像很威風一樣 是的 但其實不代表是幸福 從來都是,如果第一夫人是一份事業 就算你夫妻一起面對觀眾 一起參加很多公開場合 也不等於她能夠享受寧靜和愉快的婚姻 這是付出的代價 所以我們幾次都說 一個女人的婚姻 即使丈夫可能很富有 也好,權力地位很高 也好,真的不代表這段是一個幸福婚姻 是的,所以我們看了這麼多 第一夫人的照片 每個人都有堅定、有信心 是嗎? 但不是那種幸福快樂的神 她要有自己的智慧 去處理自己這樣的身份 去輔助丈夫 那就為之幸福了 其實真的比較像一份事業 其實是的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想著要經營事業 但跟幸福婚姻是否真的可以 同時可以處理到呢 真的一點也不容易 而且當時如果你的地位越高 其實那個噴難是更加大的 好了,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次的上游心生 再和大家見面 我們再見,拜拜